大家好啊 我是小白 今天呢 给大家录一个 白夜夜话的一个小故事啊 最近呢 是 最近你们看 这黑眼圈有点重啊 就这个 后面这块啊 因为这两天呢 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 每天都是早上起来 五点来钟吧 就把天蒙蒙亮 才睡得着 看吧 这只能自己调 没招 也没招 怎么说呢 主要一看 天歌都也润出去了啊 虽然说 具体事我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说天歌是 真的说出去玩一圈 再回来啊 还是说上外面去工作 生活定居一段时间 还是说就此 就是别过 再也不回来了啊 这都不好说 但是呢 通过就是朋友们呢 发的视频 那我看到了 我就 祝福天歌啊 祝福这个 叫陈少天是吧 祝福天歌 如果经过这次呢 可以脱离苦海呢 对吧 像他自己说的 就是去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呢 生活呢 嗯 一切都顺利吧 好吧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也是呢 想一想自己 反正 还是得继续战斗啊 继续战斗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嘛 OK好啊 来 咱们言归正传啊 今天 给大家讲一个 白夜夜话小故事 嗯 首先感谢提供素材的这位朋友啊 他已经不止一次的给我提供一些夜话的素材了 其实今天呢 我看完他这个素材以后呢 我感触挺深的 嗯 我并不认为是一个恐怖的故事 但是呢 我也是想通过夜话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 对吧 因为白夜夜话 只是晚上给你们讲的故事 未必就是恐怖故事啊 嗯 这个故事呢 我有很深的感触 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啊 OK好啊 这个故事的背景呢 是发生在民国时期 对 挺久远的了 哎 然后呢 嗯 怎么说呢 用他的话是 他们 他发小的 爷爷的故事 哎 我给大家 嗯 翻一下啊 就是北京话发小 我怕你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说直白点 就是自己 从小玩到大的 哥们 他爷爷的事 那就这么简单 对吧 小时候你说你去谁家 对吧 穿个门 哎 爷爷在呢 他们家爷爷在呢 对吧 爸妈父母上班了 爷爷看孩子给做点饭 完回来以后呢 父母再接走 对吧 你去他们家 穿门那些玩啊 你也得叫爷爷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关系 对 这个老头啊 怎么说呢 嗯 挺有本事的 说实话 嗯 呃 当年呢 是在山西太原那边 哎 然后呢 一个这个 呃 就是良店啊 当那个给人家当掌柜的 就是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啊 所以那当掌柜的那个那段时间呢 也是攒下了不少钱 赚了不少钱 哎 后来等干不动了 哎 这个告老还乡 回到北京以后 哎 用他这个赚的钱呢 买了几十亩地 当时呢 也是呢 过上了小资生活嘛 地主嘛 对吧 对吧 地主嘛 地主的生活嘛 也是当地有名的小地主 哎 嗯 怎么说呢 那会儿呢 你们大家知道 对吧 到后来那会儿是 老毛说的好吗 对吧 这个人多力量大吧 哎 就这么一句话 那会儿呢 就是 大量的 就是各家各国 鼓励去生孩子 对吧 哎 你说吧 你算算吧 基本上自己爷爷 在 就是太爷 爷爷的父亲 那一代 哎 你去看吧 基本你太爷那代 没有 就是各家各户都没有 说这个 一户就是独生子女的 至少三五户 有姑姑 有他妈的 那个三叔二叔的呀 整个那个的 对吧 小姨什么乱大道的 肯定是家里的都是一大家子 因为那会儿流行的 就是他妈生孩子 哎 这个老头呢 回来以后呢 也是不外呼 跟着社会形势走 对吧 生了他妈八个 我说实话 真够牛逼的 真的 你也不怕你媳妇 他妈逼的 难产死了 那天 真的 要我说真的 没有这么生孩子 八个八个生 赶上小猪了 我看 生完这八个孩子啊 要说这不生孩子呀 他不知道这生活苦 他觉得自己挣着 这几年前攒下来的 哎 对吧 几十亩地的小地主 当然挺滋润的 还够花 够吃够喝的 生完这八个孩子 这八个可不是一般的孩子呀 这是他妈八张嘴呀 天天这样嘴跟你要吃的呀 还行 勉勉强强强 几十亩地 养活成了这八个孩子 当然呢 这生活呢 也不富裕 也是 呃 勉勉强强 够生活 够吃 够喝 够温饱 就完了 辛辛苦苦啊 这个老两口 把这八个孩子给拉扯大了 转眼间 1966年 对吧 你们大家知道 文革开始了 整风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他们家的老四啊 也是一个老大不小的人了 也是一个到了这个 该结婚生 娶妻生子的这个年龄了啊 这老四呢 就他妈不招调 因为那会儿文革的时候啊 初期整风 打的是什么 对吧 了解就都是历史的 朋友们都知道 打那个 风自修 哎 这个黑五类 就是你们家谁有钱 打谁 对吧 地主肯定是要批斗的 哎 你的资本主义啊 这个那个的 这个肯定要批斗你的 风自修嘛 对吧 你是黑五类 肯定要打你的 把你的地给没收 分给这个 农民 对吧 那会儿都是这样 哎 打地主嘛 分田地嘛 哎 老头 就莫名其妙的 被批斗了 家里的这个几十亩地 也都分出去了 所以啊 老头就他妈心里 特别特别恨这帮 所谓的 红卫兵 哎 对这个不用说啊 放谁 身上谁都 肯定是既恶如仇 肯定你妈别恨到骨子里的了 就说他们家 老四多他妈没溜 你他妈 娶谁不好 偏偏看上他妈一个 红卫兵的一个女孩 就是一个女红卫兵 说白了 那你们想想朋友们 这老头能干吗 这对他们这帮红卫兵 都恨之入骨啊 所以这门亲事 老头死活不答呀 而且老头呢 年轻时候就学过风水 哎 也是借这机会呢 也是呢 想阻拦这门婚事 跟他们家老四说了 说你们俩八字不合 以后必出大难 确实也是算了啊 确实算出了 有这难了 哎 知道吧 哎 完了以后呢 这老四呢 不听啊 这孩子大了 不随爹娘啊 哎 硬生生的啊 宁不过 他们家老四就非把这女孩娶进来 这门婚事就这么办成了 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就鬼使神差的啊 还不是这老头提出来的啊 是这个他们家老四 就从此跟这老头老婆 就跟他们这个自己亲家啊 亲爹亲妈 断绝这个父子母子关系 从此划清界限 因为为什么呀 老话说的好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这他妈了 逼的 他等于取鸡随鸡 取狗随狗了 他就等于随了这个女红卫兵了 自己也参加了红卫兵 所以一定要跟这个地主 对吧 这个资本主义 家庭划清界限 哎 从此 哎 搬出家住去了 你要说这就行了吧 啊 你也就够基本忤逆 不不笑了 你就他妈逼的 你走了就完了 你就别跟大家的这掺和了 对不对 而且你说家里八个儿子 你走一个少一个 还家里富裕还宽裕点 我觉得是个好事 可没想到啊 就这不是人操的 就这老四啊 真的 真他妈逼的丧尽天良 他不仅说跟自己家里 断绝了这个关系划清界限了 他从此 还时不时的带一大帮 红卫兵小将啊 这个那个就去他们家抄家 哎 就就拿他们家这等于立了功了 你们能明白吧 我知道哪有风自修啊 来跟我去抄家解 他就拿了他们家 立了功了 时不时就带人抄一回 时不时就带人抄一回 嘿 你个妈 不要说 真是说 这种这种孩子 我跟你说 当初知道这么玩 当初生了 你也给他掐死 完了 过了一段时间呢 县里啊 通知 哎 说是这个哪哪哪的 哎 过来一个这个领导 哎 是某某某地的某某某县的一个 呃 所谓的就是 当时这个运动时期的红卫兵的领袖人物 领军人物 哎 是哪哪哪过来的 哎 要到咱们这边 这个这个这个 等于 这个叫什么 采访啊 慰问呀 这个这个乱八糟的 反正就你妈逼得下来这么一块料啊 哼 可给这两口子给他们乐坏了 哎呀 领导下来视察了 这我要表现好 功绩给我记一大功 卧槽 弄不好 我得他们生生呀 我得能当了同外兵里的头啊 好 这俩孙子 就琢磨 干脆 咱也别小打小闹了 一不做 二不休 既然你已经跟你们家 对吧 划清界限了 咱们跟这个资本主义 对吧 哎 咱就拿他 直接来一大招就完了 有一天啊 突然 带着一大帮人 啊 就冲进家了 然后 把家里所有人就全给逮起来了 当天下午 开那个那种表彰大会 批斗大会啊 这儿子站上了啊 我擦就开始了 这劲儿就上来了啊 哎 现在我们批斗大会开始啊 把这个 谁谁谁 地主 当当当当当 哎 和这个地主 地主老婆 当当当当当 以及所有家属 给我带上来 其实我知道名 但我就不说了啊 我觉得还是 给这个 已故的老人留一点面子 就说白了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兄弟们 就是把他妈自己 亲爹 亲妈 自己家里的所有亲戚 全你妈逼压上台 挨个 批斗 压上台以后 二话甭说 所有的这个 在场的红卫兵小将 冲上去一大帮 那对这一家人 那就是全打脚踢 最他妈可恨的呀 还不是说这个问题 突然 上面啊 有一人 一脚 把他们家老八 就是最小的这孩子 给从批斗台上踹下了 当时脑袋着地 当场毕命 因为他们那种批斗台 都很高 两米多高的台子 脑袋朝下 当场毕命 就跟他妈的家居死那 死那回事了 皇家居不是日本 也是表演台上 翻下去脑袋着地吗 就一个道理 完了呢 最可恨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 朋友们 就是这一脚 把老八给踹下台 摔死这个人 不是别人 正是他四哥 就这王八蛋 操的玩意 杂装操的 他不仅不 不觉得说这个 把人踹下了 怎么怎么样 他还非常的那种 亢奋啊 我 哎 这个 跟自己家里人 大义灭亲 我跟这个 风姿修 这个 划清界线 亲自啊 大义灭亲 杀 就踹 怎么说 不能说杀死 就是 消灭掉 哎 他们家老八 就是我八弟 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 就因为这事啊 老头给气的 当时 瘫倒在了这个 批斗大会上 批斗台上 一蹶不振 就再也起不来了 后来这家呢 那不用说 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死的死啊 散的散 这事完了以后呢 得寸进尺 就他这老四这媳妇啊 告诉说 哎 这事办的漂亮 哎 领导看得非常高兴啊 这个这红卫兵的领袖啊 说以后 肯定咱们就是红卫兵里的骨干力量了 早晚有升天的机会 哎 俩人就特高兴 就庆祝 就更肆无忌惮的去做了那些丧尽天良的事啊 那会实行的是什么呀 砸庙宇 砸祠堂 对吧 我之前做节目也说过 对吧 不尊敬这些东西 砸 最后砸出事来的 果不其然 这两口的带着人啊 有一天去砸这个烧这个祠堂去 就人家那种祠堂 祖上的祠堂去 看着啊 似乎是平静的一天 这也不是他们烧的第一座祠堂了 对不对 当然 也不会是他们烧的最后一座 可偏偏烧的这祠堂啊 这回就出了事了 啪啪的让你大把抢 完了一把火 我点完了这帮所谓的红卫兵小将啊 踢了不撸的 全他妈的跑出来了 火的呼呼的已经烧起来了 突然听 一声喊 就这老四他媳妇啊 哎呦 坏了 糟了 刚才进去杂树啊 我那毛主席 向张 我那毛主席纪念 进那什么 毛主席语录 这向张 还有那衣服啊 热嘛杂树 都给脱旁边的椅子上了 没拿出来 卧槽人说别别去 这火都烧起来了 对不对 说回头咱给你找找一套吧 不行 我虔诚 我必须虔诚 我作为这个红卫兵小将 我作为积极上进的人 我必须虔诚 我我我支持这个政府的党的这个政策 哎 就毅然的又冲进这个火海 去拿自己的东西去了 哎 要说这话呢 一点毛没有 说这个 你啊 良言 劝不了这该死的鬼 操他妈的 这这老娘们啊 这老四这媳妇啊 这一猛的扎进去 就再也没出来 要我说此处应该有掌声 太好了 真的 我操 这帮小逼一看 咱大姐头没出来 怎么办呀 赶紧通知大哥呀 找人 那会儿可没微信啊 没电话啊 跑去他们家 通知老四季了 说四哥出事了 嫂子 哎 咱们怎么着 怎么着 哎 烧祠堂 说东西没拿出来 进去取去了 这一进去 没出来 现在祠堂整个是火海 已经已经烧成火海了 说怎么办 大哥 哎呦 这老四可招了急了 这真的 这他妈逼的 这媳妇比他亲妈 他还亲啊 这是他以后 这个仕途的工具啊 我操你们 拿着一床被子 直接到了现场 一看 哎呦 这火已经烧的 烧的都他妈逼的 看不见这个 这里的这个房子形状啊 那也得救啊 我操 你别看他对他 对他爸他妈 对他们家人这么狠 杂中操的 为为他媳妇还真来劲 拿来大棉被 直接扑在身 浇水 对吧 这都是一种老的一种救活方法 直接毅然冲进活海里去了 嘿 你别说压子 还真出来了 过了有那么十来分钟 抱着他媳妇的尸体出来了 可是 就说 这事好玩的 好好问他 有意思在哪啊 你要说你抱 抱着一尸体 烧坏了尸体啊 出来也没有什么说 异常的现象啊 哎 新鲜了 他抱出来 他这媳妇啊 大家都傻了 当时都傻了 没有脑袋 没有四肢 就你妈一哭尘 这个老北京话哭尘 什么叫哭尘啊 大腿没了 胳膊没了 知道吗 就剩这么一躯干了 叫哭尘 卧槽 就这躯干没事 哪哪 脑袋也烧没了 腿也烧没了 就剩躯干没事 你们说这新鲜不新鲜 哎 就抱着这么一个 烤熟的这么一块 你妈逼大 这么大下水也好 我擦这这 抱着他洗手出来了 哎 你看这事啊 到这 好像告一段落了 首先 我先鼓鼓着啊 该烧死你妈逼 你这臭鸡老娘们 对吗 天天的你妈借着运动 这个那个的啊 给人洗脑 把自己他妈的这个 男朋友 给变成老公洗过来 然后呢 反再涂了他自己老公一家人 对吗 为了这晋升 红卫兵的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领导啊 在领袖 面前表彰自己 这个风功伟绩 我操你妈的啊 该臭娘们 真的该烧死你呀呢 给我操的 这块一点忙都没有 过了没有多久啊 我听说啊 又是一场大火 但那会儿已经 就这个文革这个运动 已经过去了啊 是他们这个 这个住户里头啊 也不知道谁家 是这个他妈的煤气啊 没弄好啊 还是他们这个火没封好 因为老的时候 这个冬天取暖啊 我小时候都是风火 哎 反正是这么一个 天灾人祸的意外发生 整个啊 多少居民 一个都没有烧死的 对吧 唯独 这老四 一人 没跑出来 咱甭管是他因为睡觉 还是怎么怎么着 上岁数怎么怎么着 最后 这个老四啊 这王八蛋操的 也是 葬身 活海 漂亮 要说 OK 今天啊 这个 一个 小故事 就到这了 其实呢 谈不上灵异 只是说文革时期 这种社会的一种运动 对吧 给无数的家庭 带来了一些 特别残酷的一些现实 造成了一些特别不可挽回的影响 哎 这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故事 当然在那个年代 这种事情特别特别多 我曾经也说过 我从小我就没见过 我姥姥 我姥爷 我大就二就 因为他们四口的人 也是被红卫兵打死的 所以我特别有感触 我看完这个事情以后呢 这个故事以后 特别有感触 知道吗 我就想说啊 这人啊 活着 你得对得起 这一瓶 一纳 知道吗 你要是他妈的 只是为了一己私欲 为了当时痛快 借着这个分 借着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分 对吧 整人欺负人 害人 为了自己立功 对不对啊 跟疫情似的 借着这风 动不动给人扣帽子 什么什么 人家妨碍疫情啊 什么他妈逼的 人家阻碍疫情啊 给人他们打人 或者找派人锁 给人居了 给人正额纳哥的 或人家庭 这是他妈一个道理 我只想说 世界万物是有轮回的 啊 有因才有果 有报才有用 看这家这老四子 最后结果吗 老四这公母俩 这两口子 什么结果了吗 奉劝一下 现在的这帮 所谓疫情防控人员们 你们记住了 啊 老天是有眼的 做了缺德事 早晚要还的 啊 不是不报 是他妈时候 味道 OK 好了 今天 我们就到这了啊 挺晚的了 大家早休息 咱们下次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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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